一个年轻有为的台湾医生 筹备四年耗资一亿五千万的大型史诗剧回家 这次入围敬中八个奖项 而周玉民在剧中饰演台籍日本军医 仔仔成熟深层又细腻的演技 让他二度入围戏剧节目男主角 这一次是第二次的入围了 所以我已经感受到 其实评审对于我的表演方式的一个肯定 这样就够了 其他的我想我每一年做好自己的工作比较重要 周玉民四年前和赵又廷 以痞子英雄入围影帝 最后败给了赵又廷 这次遇上在回家当中 饰演他叔叔的龙少华 再度形成PK局面 载载笑说祝福前辈得奖 龙哥我们在回家里面他演我叔叔 结果龙哥是以另外一部戏入围男主角 不管怎么样 其实我心底话是我一直以来 可以去调以前的访问 我一直以来都希望 其实台湾在各式奖项方面 可以去真的去 也可以去尊重到一些 比较资深的艺人 因为对我们来讲 可能也许我还有其他时间的机会 也会比资深的长辈还来得多 但是对于长辈 龙哥这次第三次入围了 我自己也会蛮祝福他可以 苦涩的乡愁 牵挂的亲情 剧中危险战争戏没有替身 他要爬行又要摔倒 还有不少爆破场面 让周渔民吃了不少苦头 不过先前接受 雅虎奇摩名人娱乐专访 这在笑说其实很享受 收购的时候就直接 他说你要不要卸妆 不不不不 直接上车回去再卸嘛 那粉丝就有点沙哑 不敢讲话 不敢对我讲话 他以为我很苦啊 但我是很享受 你真的演在其中 你会真的非常过瘾 你会觉得 演完苦不苦那一回事 你会觉得回家的时候卸妆 这也好man 你会觉得自己很man啊 因为你没有演过这样 你一巴在身上 不会觉得他脏 我又觉得 好像有一点点男人的味道在 剧中原因呈现 周渔民还要学会说台语和日文 先把NP3的版本 然后先录起来 让我们可以带到内地 然后再听每一场每一场的东西 新的音档 让我来听一下 听一下他怎么讲 你如果给我两句话的剧本台词 我会只讲一句话的台语 就把它解决 就是我会尽量去 想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少点少点话 多点用肢体的演法 去把它表达出来 就不一定要那些台词 但是意思是一样的 这年来 仔仔很少演出台湾偶像剧 以拍电影为主 他坦言因为没有看到好剧本 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 再出演电视剧 那这几年的一直把自己的表演 去提升到能够到电影上面 能够博得更多人的认可 那电视剧有很多来招 可是题材往往都是 让我觉得很八股跟普通的 那这就是为什么会 我会演回家那部戏的原因 周云敏的演技被认为感觉像梁朝伟 他说以前听到会很开心 不过现在则是希望能够力求突破 走出独树一格的个人风格